你好,我是曾祈峰 欢迎来到曾祈峰的三十堂心理课 深入潜意识 解密你不知道的人生 关系中的距离与秘密 前面说过 经典精神分析认为 人活着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力 是满足利比多和攻击性的需要 现代精神分析则认为 人活着最根本的动力 是建立和维持跟重要他人的关系 这个变化在哲学上是一个进步 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 来自对母亲和婴儿关系的观察 这个关系是人格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成人身上没有新鲜事 成人身上的一切都是婴儿那些特征 变大或变形的结果 婴儿的出生是在身体上跟母亲分开 但出生后几周内 心理上还是跟母亲融为一体的 慢慢的婴儿开始 绝察到自己和妈妈不是同一个人 这就启动了会持续一生的分离 个体化进程 这个过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 叫做成为自己 估计没有人反对 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最困难的事情了 成为了母亲的女性仍然是女性 女性有产道和子宫 都是中空的容器 还有哺乳的乳房 这些生物学的特征投射到关系上 就决定了女性一生的任务 就是包容和滋养 这是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上 繁衍下去的原因 此外 生孩子这种天赋的创造力 使得女性不屑于 跟男性后天的创造力竞争 这让男性在世俗成就领域 有了一点用武之地 但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 女性开始觉醒 不满足于自己的先天优势 也希望自己在后天创造力上 与男性平起平坐 这个趋势是女性的福音 当然也同时是男性的福音 上面说的是大趋势 现在我们来谈具体案例 如果女性仍受限于生物学的特征 那么她的容器就需要容纳物 乳房需要滋养的对象 她还会把自己执行这样的功能 担成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这就损害了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 也会使她和孩子的关系不能分化 下面是两个具体案例 为了保护隐私 案例都做了相关处理 第一个案例 一位38岁的女性已婚 有一个15岁的儿子 这位女性因为情绪抑郁 和跟儿子的激烈冲突 寻求分析师的帮助 她的原生家庭的情况是 父亲公务员平常工作很忙 在家也很少跟女儿交流 妈妈是家庭主妇 喜欢老倒 父母关系和睦 她本人是公务员 除了朝九晚五上班 其他时间都陪着儿子 儿子初中之后 开始变得叛逆 跟儿子常常因为学习 和玩游戏的事情冲突 儿子大多数时间 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 在学校的成绩不好 她生孩子之后 跟丈夫分床 加上丈夫蝉联在外工作 夫妻很少性生活 这个案例里包含许多关系的秘密 跟儿子的冲突 是非常近距离关系的表现 或者说冲突掩盖的秘密 是无法被看见的爱 未分化的爱 这个无法被看见的爱 如果被看见 并且对儿子表达出来 就是你长大是抛弃我 而我不能没有你 所以我要找一些事 跟你纠缠 强调一下 父母跟不管什么年龄的孩子 快乐而亲密的在一起 是距离恰到好处的远的表现 这个远就是分化 就是健康的关系 为了跟儿子高浓度在一起 这位女性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丈夫排挤在外 也许你会说 她丈夫是因为工作 才蝉联不在家的 但精神分析不这样看 我们现在深处 择业自主的年代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 如果足够坚定 是可以找到工作家庭兼顾的方案的 丈夫是调节母子关系的最重要角色 她的缺席为母子融合提供了条件 跟丈夫距离远 是为了跟孩子距离近做准备的 当然让儿子体验父亲的缺席 也是这位女性在传递 她自己早年的经历和感受 这就是所谓的代际传承 跟丈夫分床和较少性生活 是象征层面对丈夫的阉割 这时丈夫无法以一个男性的身份 介入到母子关系之中 可以想象 这位女性从事的工作 以及她准时上班的节律 是她无法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能力 只能够把儿子的能力 看成自己的能力 儿子的荣耀 看成自己的荣耀 所以才对儿子的学习过度施压 从儿子的角度看 他要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必须跟母亲反着来 付出的代价就是成绩不好 因为成绩好了 就成了母亲的愿望的一部分了 我们需要记住 孩子的某种能力的削弱和丧失 都有可能是跟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过境有关 而从效果上来看 这些受损的能力是送给父母的礼物 因为没有能力就意味着不能够抛弃父母 远走高飞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 这些分析是不可以在生活中随意丢给某一个人的 就像不能在餐桌上做外科手术一样 我想象的一个理想的场景是 一个正在跟孩子冲突的妈妈独自听这个音频 某些点给了她一些启发 让她觉察到一些自己的潜意识 而使自己的内心发生一点变化 之所以强调是她独自在听 是因为这个状态很安全 只有安全才敢于反省 由此导致的领悟 也不会使她的自恋受损 想象一下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一个人这样分析会发生什么吧 背诵一下催眠大师Erikson的千古名句 要不顾一切保护来访者的面子 第二个案例 一位24岁的男性因为社交障碍来求助 他的具体情况是 从初中开始跟人打交道就不自然 不敢跟他人对视 担心自己的言行冒犯了别人 也担心别人对自己不友好 这些症状缓慢而持续的加重 工作一年之后 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我们做了近100次咨询后 这些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 他回顾对他帮助最大的 是让他觉察一下自己内心感受到的 跟别人的距离是多少 以及真正的跟别人的距离是多少 我还记得他非常缓慢地描述这两个距离 他说心理距离非常近 近到我和别人好像能够感受到 彼此的呼吸 看到彼此的毛孔 听到彼此的心跳 触摸到彼此的皮肤 甚至闻到彼此的味道 这让我非常紧张 而实际距离应该足够远 就像我办公室里面 那两个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小伙子之间的距离 一样远 我们还讨论了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 他得出的结论是 因为他父母离他太近了 近到在他上大学之前 几乎没有一个人独立做过一件事 或者单独见过一个人 孔子说 有些人远则怨 近则不逊 说的就是对人际距离的调节 远了 要通过抱怨 把你拉近一点 近了 要通过攻击 把你推开一点 只有人格不独立 个人边界不清楚 以及把自己的能力 外包给了他人的人 才会这样做 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的态度是 你离我远 还是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去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